我們決定直接帶你飛 日本東京吃奢華鐵欄燒 美音哥你真的要帶我飛 龐白哥報報 JOMEN芯片沒有業配 娃娃竟然兩副業還是有錢啊 那我的確在今年國外跟台灣呢 都有稀釋過大麻 也有持有少量的大麻之用 我要跟我的觀眾 一份是道歉 目前就是要對決庫存還要兩三集 我接下來也會繼續維持拍攝 是JOMEN日前驚爆社讀道歉影片 又拍誰又感激 他沉起五天 第一件說到做到的事就是繼續上片啦 我們決定直接帶你飛 日本東京吃奢華鐵欄燒 美音哥你真的要帶我飛 那個油真的是像大海一樣 咬下去那個油一直出來一直出來 真的很像大海 超爽 最新就是要對決 他在大蛇玩充143年歷史的 日本東京帝國飯店吃一顆 一萬五台票的鐵板燒 等一下 無錄彈11450 多支錢啊 說到錢 JOMEN晶片最大一個改變是無置入 不見以往都有的業配環節 網站看起來比較順啦 片莫字卡也沒有特別感謝的贊助廠商 媒體人黃陽明指出 這只是負面效應的開始而已 但JOMEN怕沒乾爹斗內嗎 大麻道歉和頂尖鐵板燒兩片 都高居YT發燒榜第三四名 並有開營利 有沒有可能 我每個月都換車開 我決定投資一間車行 這樣我就可以一直換車開 是不是領牌車嘛 對 它是領牌車嘛 今天就開始走 呃 好 JOMEN涉毒事件後 YT會追蹤的人約1.2萬 258萬地戶不動如山 他還有其他生計 今天的這一集呢 非常的特別 我們要來看我們自己的暗場 我毫不誇張的說 我每一個轉角都可以拍網美的圖文 絕對是強迫症的救星 這個老觀眾應該知道嘛 我們有自己的這個設計公司 到底設計 JOMEN的人生都在網路上啦 包括資產 除了玩股票有一套 他自己公開的投資 包括二手車行資本一百萬元 也開了室內設計公司資本兩百萬元 你們未來如果還願意看我的影片 我就很感激了 經理超商聯名食品 疑似用料不食 非法持有大麻等風波 JOMEN還在更新頻道 可以說他就是愛拍片 YT才是副業吧 私立娛樂新聞就是有流量報導